佛陀的第一堂課 佛陀的第一堂課 為什麼叫佛陀第一堂課 因為佛陀正道第一 第一次開始弘法 就是對五比丘 這個五比丘原本是 佛陀的護衛 因為當時佛陀出家修行的時候 他的父王派這五個大臣護衛去保護他 後來這個五個護衛也跟著佛陀一起出家修行 他也一樣在修行 後來因為這個五比丘跟到後來的時候看到佛陀改變他的修行方式 這五個這個沒有辦法跟他一起修行的這個五個他的大臣 他沒有辦法接受佛陀改變這樣的修行方式 所以就離開他了 那當時佛陀就有一個願 他就講了 他說如果我正道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個要度的就是這五個跟隨他一起修行的這五個人 五個他的以前的一個 如果以現在來講叫做五個同事 以前是他的大臣 以前是他的大臣 他王宮裡面的大臣 王宮裡面的大臣 這個就是所謂的四身四轉法輪 杜吾比丘 因為後來這五個人就成為真正成為佛陀座下的弟子 也真正的出家修行 以前佛陀那時候還不是真正的 左上這個出宿法在修行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正道 所以他修行都是還是以前一些所謂的 很多人那種修行方式苦行這一方面 後來他因為修到最後差一點沒有命了 所以因為一個所謂的牧羊女 幫助他給了他一些食物以後 他就改變他這個深刻的體悟到修行不能太苦 苦到像現在 他真正在修行的時候苦行的時候 甚至有一天才吃一粒米這樣的方式 所以有看到很多的一些畫像 早期的一些畫像 早期的一些畫像 現在比較看不到 早期的一些畫像裡面 會看到佛陀瘦 那個皮包補的這個畫像出來 就是因為 促使佛陀 重新 透過禪修的方式 真正去正道 他正道以後 他就 根據他自己當時的一個 燕麗 先渡這五比丘 先渡這五個人 一直到最後 一直到最後 內盤七度 西拔陀螺 都一直沒有離開四聖地的講 四聖地的這個 紅髮的範圍 所以四聖地呢 是佛教的一個基本的教義 基本的教義 我們要修行 要解脫 要成道 就不能 不知道 四真悟道以後 最早傳授的一個真理 就是聖聖地 苦及媚道 四聖地已經就收進了人間的一個實相 明白的說 必然要以這四聖地相應的之間 才叫做轉向苦邊 到達彼岸的一個出世政見 出世政見 那麼就佛法的一個觀點來講呢 經典所教示的這個法 是為了趨向出世間 真的一個實用的解脫學 這一點 我們從佛陀 在四轉法輪的時候 他顯用這種四種命題 苦及媚道 四聖地 作為 度無比丘 開示解脫之道 那有系統的去講釋 其理論跟實踐 那我們就可以清除得知 那顯而易見的呢 佛陀是以實踐的去思想體系 的本質 那這有種種可行的這個方法去達到解脫的這樣的一個目的 這種實踐性的目的 是佛法大部分教育裡面的內涵 換句話說呢 佛法既不是預測的一個理論 也不是形而上學的這個分析 形而上 形而上就是一種 只是一種沒有形象上面的一些分析 就是超越於心理上 身心上面的這種現象去分析 叫做形而上 而是實質的真實的去洞察 策見諸法 那麼去開顯生命的本質 成為一個有力的一個主導 那麼禪定的這個練習呢 古書 事實上古書不是說從佛陀才開始 是古書已經就相當的普遍了 包括以前中國古書一樣對禪定這些方面有很深的一個造詣 那佛教就是將禪定修習 禪定這種練習上面加上四聖地的一種智慧觀察 那正得無我守而能夠解脫的 事實上在古迪世下物言其法 成就所謂的無上正等正結 也就是阿妙三妙三無陀 物言其法裡面就寒色的三法印 這三法印就是一個不變的一個法性 那歸納出十二因元元其法 四聖地的意內意 廣說十二因元跟四聖地 那其實呢他的法意是相同的 十二因元跟四聖地 他不是兩種法 他是相容相同的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解析 我們眾生的苦是由哪裡來的 這都是顯現生死流轉 以及環媚內盤 就是回到內盤 環媚就是滅掉這些苦 主席這些苦以後 就進入內盤基建 叫做環媚內盤 後來的邪人 這些學佛者啊 學人就把他裁為 所謂的聖文法啊 言解法啊 這其實都是錯誤的 在大乘的經典裡面 喔 批評裡面 他講的 那在四十二章經裡面有講 於陸野院中轉四帝法輪 渡喬成如等五人正道國 市政成道以後呢 就在陸野院 這個是陸野院 就是一個帝名 他初轉法輪 這時候就是這僑城等五個賢者呢 為他們這五個賢獎的殊勝地 那麼五個人各有所證物 就求出家成為 所謂當時最初成型的一個所謂的僧團 但是這五比丘開始 在長部大波內盤經裡面講 因為未通曉政務是聖地 我已如等長久以來流轉於生死 在內盤經十五日 我許已如等不見世真地 事故久流轉生死大苦海 若能見世地則而斷生死 那麼在佛教余教經裡面講 夜可令熱日可令人 佛說是地不可令義 以上這些經文 都是主出四聖地的這個真實不息啦 那麼依這四種真地去修行 就能夠去端子煩惱 不再生死流轉 我們再來看相應部裡面的 雜案經二十四經裡面來講 只比丘過去世之應供正等決則 如死獻等決則 絕對四聖地如死獻等決 未來世之應供正等決則 如死獻等決則 絕對四聖地如死獻等決 現在世之應供正等決則 如死獻等決則 絕對四聖地如死獻等決 這一間所講的就是三世之佛 就是大家講的所謂的三世之佛 他成就聖道也就是說 解脫到能夠獻官聖命裡面的燃跟禁 這樣的因果就是動作四聖地來的 才能夠相應於五體到地去行中道 過著一種正決 絕脫處在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生活 因此我們就知道四聖地就是所謂三秤 現在人所講的三秤的一個共華 不管你所講的我竟然是什麼秤 他一定不離開這四聖地 如果離開這四聖地就不是佛法 佛教中不管你的資流 資派什麼樣去流變 無論一般所謂的大秤小秤 建修頓悟或是顯密等等的這種法門 都是以四聖地為根本 修行必然要根本依據這四聖地 否則就不是佛法 然而有些人 他不見得當生能夠完成四聖地 出世間的政見的一個竊力 甚至於要好幾生才能夠 修得出這種出世的一個種子出來 那因為畢竟這種離異的這種清靜患行 對一般凡夫來講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此很多的一個邪佛者 必須你不得不老實地去從最基本 而且最關鍵的出世去下手 因為唯有這種基礎盤固 才有繼續修行的這種把握跟動力 否則往往就會像一般人講的所謂退道心 因為基礎不穩固 就像建在沙灘上的樓房一樣 水一沖他就垮了 所以修行如果基礎不穩固 隨便一個境界就把你吹垮了 就把你打垮了 那時候你就退道心了 退道心還好 如果這樣一蹶不振 就糟糕了 這雜案經 四百年外經影片就講 若是我問一時四真至波羅奈 我先人自助入也願中 何時四真告諸以求 以四聖地平等聖節 名為如來願等聖節 何等為四 所謂苦聖地 所謂苦聖地 苦集聖地 苦媚聖地 苦媚到積聖地 以至四聖地平等聖節 因為如來願等聖節 事故諸以求 以四聖地為無間聖 當全方便 以真善意學無間聖 從這一間各位去看他的內容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如來佛人 真正的如來 真正的 願共等聖 這裡講得很清楚 這一定是對於四聖地平等聖節的 所以如果連四聖地都不知道的人 可以講他已經成活的人 那真的是所謂的大妄語 這基本上他就放了五大界裡面的一個妄語界 所以很多 修行界的這種問題 如果沒有真正透過這種真正的根本佛法去瞭解的話 會被很多的一些名相名詞 解說悟導悟雲 最後迷失在這種迷宮裡面的太多了 四聖地無間等 他的重要性是以下各經都能夠強調 都強調 應該要努力去修行 以便你在四聖地無間等 無間等就是不間斷 因為在第四百零四經 裡面講 四聖地休息無間等 比救火燒頭衣還重要 以滅長月三二到五的苦 這一經就告訴我們 四聖地休息無間等 休息無這個四聖地 不間斷地去休息 比你去救你頭 被你的頭巾燒人 這個你要去救這個火燒頭 都還要重要 第四百零一經 四聖地休息無間等 值得每天受三百槍一百年 以滅長月三二到五 這個講得更嚴苛 就是你每天受三百槍 就是受三百大凡 以前奉法熱場只要打幾大盤 那要每天 每天 而且要受一百年 去滅這種長月三二到五 這個是一個批義 就是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有沒有這樣的求法決心 後來四百零三經 以四聖地聖之聖日 能斷之游流 敬之生死 無受厚有 第四百零四經 佛陀所說的法 如手中四月般 稀有 能幫助人 像與內盤 可見真正的是 佛陀所說的法 是無量無邊 說都說不完 真正的法 說都說不完 所以他講的 最近所講的就是 他現在講的就是 像他手中抓了一把 四月這樣 剩得虛有 四月很多 但是能夠 所以我們常常會聽到 所謂的八萬四千法門 但是真正虛有的法 大家反而不重視 為什麼 他連看都不願看 就把他打入冷宫 就是那個已經不受這個皇帝 這個喜愛的 這個冰費 就把他打入冷宫 一樣 延始佛法就被 後來這些祖師把他打入冷宫 所以慢慢的被淹沒掉 第四百零四經 第四百零五經 如死之四聖地 比神聖所射中百分之一 還難 你就知道 真正要去如死的 重點在如死 很多人沒有辦法如死 諸蕩有苦 但是沒有辦法諸蕩 如死的去 真正的去實觀四聖地 那就表示他 這個神聖所射中的百分之一 這個毛都還難 第六四百零六經 人生比盲歸浮沫還難得 盲歸浮沫各位知道 那個烏龜 他也盲了 他想要去抓一個浮沫 游上岸 他不知道方向嘛 所以他要靠這個浮沫 想要抓這個浮沫 比這樣都還難 一個眼盲要抓一個浮沫 有那麼簡單嗎 要出到四聖地 比這個還難 還有呢 在四聖在雜安經 七百八十八 經裡面講 假使有世間 正見真喪者 雖乎百千生 總不斗惡去 你單從注意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明顯的去理解到 今生 如果能夠建立起這個世間的正見經上 就是要有四聖地的一個正見 這樣你眾俗 千百生鐵結的 輪迴不足 也不會墮落在惡去 就是墮落到三惡道來 換句話說 就是學佛修顯成就的一個機會 相對的就來得多了嘛 各位說 四聖地 聖見眾不重要呢 好 我們再看 另外 十安經三七九經 子比丘 我以此四聖地三轉所寫 不生 也自明 抉擇 我終不得以知天 魔幻沙門 波羅門 文化眾中 為解脫 為師 為禮 亦不自正得 阿妙多羅三妙三菩提 我以四聖地 我以四聖地三轉十二行 則十二行 生 也自明 覺 故以知天 魔幻沙門 波羅門 文化眾中 得吃 得托 至正得 阿妙多羅三妙三菩提 阿妙多羅三妙三菩提 真正的成道成佛 也就是 你在這個四聖地三轉十二行之中 你沒有生這些法眼 仍然沒有辦法 正道成佛 那在四聖地這個十二 三轉十二行之中 你生了法眼 自然你就可以 得吃得托 也就是所謂解脫 你真正道 阿妙多羅三妙三菩提 你就是 後來翻立成 無上正整正結 因此成佛的一個要項 就是觀察四聖地 三轉十二行 就是依致三桌正轉十二相之 那在四轉有四個形象 就是主是苦聖地 主是吉聖地 主是內聖地 主是道聖地 在二轉的時候是四形象 因當騙之未知苦地 因當永斷未斷局地 因當作正未正未地 因當休息未修道地 這三轉十四形象的時候 以騙之苦地 以永斷局地 以騙正未地 以騙修道地 四真成就的 就是四聖地 三轉十二行 他正得阿妙多羅三妙三菩提 總而言之 佛法就是所謂的唯一能夠探求人物生以作真地 以及成就福地解脫到的一個法寶 四聖地 四聖地 也就是唯一能夠主導我們 如何去斷死煩惱 表脫生死 超出三界而正得的一個 涅槃其境 三轉十二行 也就是所謂的三轉法輪 我們常常會聽到佛教界 常常會聽到三轉法輪 但不是現在 大家 很多人所講的那個時候 四真分三個階段弘法的意思 不是這樣 由剛剛我們這樣的細書 你就可知道 真正的三法輪在這樣 是在這些問題上面 就是三轉十二行 就是三轉法輪 真正三轉法輪的一個內容層次 有三個層次 四轉就是諸苦術行 這諸苦術行就是苦國定有其苦因 此是苦的事實 逼迫性 此為苦的其 其 遭感性 此是滅苦之道 可修性 此是苦 滅 苦的主持 內盤性 而應證 觀察到 苦的其其的因 知道苦其其之因 從而找出滅苦的方法 而知苦的因若滅氣 則苦其能滅氣 這簡單的意思就是講這樣 這二轉法輪 就是解苦事實 苦於滅 極於斷 道於修 滅於正 對苦更深入了解 已經有了苦 對於滅苦的方法 這個就是二轉法輪 在三轉法輪 就是滅苦術行 苦以滅 極於斷 道以修 滅於正 之所以已經知道苦已經不再來 苦因已經消除完畢了 所有的苦皆滅氣 滅苦的方法已經徹底俗行完成 已經進到苦邊了 這個可說 進苦邊的時候了 所以雜案經另外一經 三百八十三經 如比丘以苦聖地當之當節 以苦即聖地當之當斷 以苦滅聖地當之當正 以苦滅道即聖地當之當休 而是比丘則斷愛意 轉去之節 以慢無間等修盡苦邊 苦即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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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聖地苦即滅道 它有一個相對性 苦地就是當諸當節 那麼極地呢 就是極滅 極地你要當諸當斷 那極地就是當諸當正 道地就是當諸當休 這個就是好像考試要抓重點 這些就是一個重點的字 最近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修行的一個重點 所以修行上也是一樣 大家要去抓住重點 那首先我們要對苦地的正切 而且深日的去理解它 這個就是文師的一個階段 要去深日的去瞭解自己的苦 包括眾生的苦 世間的苦 要去深入了解 它是怎麼來的 就是苦地當節 如果修行的動力不夠 表示苦都還出不過 對苦的了解還不夠深 也許有人會認為說 我現在覺得很快樂 沒有什麼苦 這其實是一種 逃避的一個心態 不然就是吃一些興奮劑 麻醉瓶 來麻醉自己 去短暫的去掩蓋掉 也是內心的一種不安 所以苦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很多人在苦的時候 去喝酒麻醉 喝了酒醉了以後 我苦就離開了 那是麻醉性的 醉醒了以後 苦仍然出來 沒有解決掉 無穩的繁護眾生就是靠這樣 來短暫的去解釋他的苦 但是真正一個有文 有正的修行人 就不是這樣 他要先去做苦的原因是怎麼來的 以後要去透過道去修去斷掉他 你才會沒有苦 那時候苦都沒有了 主席的時候 你才有真正的所謂的 真正的快樂 真正的安心 那時候你是在悲凡極的 這個境界裡面的時候 你才叫做真正的 已經是不用在修行的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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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要我看 好 累 我